大家好,这一期的足球旅行Vlog 我来到了世界球王李慧堂的老家,武华县 在这个小县城里,我看到很多角落都被足球元素装饰着 这连吃饭的地方连美食领域都不放过啊 你能想象吗,这个县城竟然还有一支中超球队,梅州客家 而他们的主场就是武华慧堂体育场 这座球场据说是容纳了,能容纳三万人左右 这其实可以啊 看台的这一侧是武华 然后对面这一侧是写的客家 今年的新赛季,中超新赛季有可能会恢复组合场制 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会在这里开启他们的中超之旅 很荣幸能在中超开始前打卡这座球场 也算见证了历史 每一次想到一个县城的体育场要替中国的顶级联赛 多少还是有一些不真实的感觉 体育场内还写着这样的标语 圆坑是距离武华县60公里下面的一个小山村 中国的现代足球是两个德国人从这儿传进来的 在去到圆坑的途中 看见两个小朋友在院子里练习足球 一个负责射门,一个负责守门 他们的球门就是这个衣服架子 好俏 这个景象好让人期待 妈妈拎着两袋子菜回家 小朋友在这边玩耍 这是他们的童年 由于山路十八弯 我开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 终于来到了现代足球发源地的移植景区 景区的广场上有一座大理神碑的雕像 回到刚刚的位置 对 下了解 好好好 手别动身体动 两天长笑 你好 两张票 你喜欢踢球吗 我喜欢踢球 你看我的衣服 这边有可以踢吗 可以 你就想把我拿个球吗 我可以借一个足球吗 我到里边去踢两脚 梅西风姿 哦 这是梅西啊 这个不太像嘛 大家猜这是谁 你看他巨匠的眼神 C罗 给大家隆隆介绍一下 这块场地就是中国内地的第一块足球场 门是用那个木头的 这个木头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那个木头啊 球门的大小是基本上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五人级的那种大小 好 你们走了啊 好 再一看啊 再来啊 拜拜 慢走啊 好 拜拜 我从圆坑回到了武华 准备去看看武华的另一个招牌 鹏碑足球小镇 这里是梅州客家一线队和踢队生活训练的地方 它这个场地我估计跟我们平时踢的那种人工的草菜一样 它这个肯定是比较高端一点 我感觉它更密集 更密集 它就有点踩上去有点像那种地毯 地毯 而且像那种争吵的感觉 来之前我在网上联系了清训部的黎部长 我到的时候 他正在看一场07和08T队的对抗比赛 好狼狈啊 没有上过看台 好臭 漂亮 不怕大家笑话 这还是我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国内职业俱乐部的清训基地 这边平时对外对社会开放吗 开放 7点半过后就是业余的人啊就过来订厂 一厂就300块钱 挺便宜啊 便宜 今天晚上这边有人踢球吗 每天晚上都有啊 那我晚上看看在这踢 我这里踢是比较享受的 是吧 那因为建的场地好 很好的 嗯 我们老板们对这个球球的发展 去发展的本身 很大的意思 它也有继承本 您说老板是指客家的队的老板 对 哦 他是一直 一直这个投资这个队吗 对 那么多年 只有一个 他是本身就很喜欢踢球 对对对 哦 哦 后门了 门江已经出来了 哎呦 哈哈哈哈 还有能不能钓一个 好球 哎呦 这球有犯规的嫌疑哦 什么点球吗 出演了吗 对 刚才这一波零八的攻得不错 十四号是国少的入选国 国少队的队员 那是室内 哦 还有那个棚子里啊 的室内啊 这是为了防止下雨下雪 对啊 下雪应该不可能 下雪这里面 这边有一个沙滩足球场 我凑近看一下 哦 国家队沙滩国家队在这行为 这边是我们一线队 哦 这是一线队的训练场地 嗯 他们平时就是在这儿训练吗 然后打比赛就到那边场地了 他们平时也是住这儿住着 住在这个哦 哦 三龙所现在也在这儿住吗 哦 逛了一圈之后 没想到还能在这儿蹭上饭 你们两个没吃饭吧 还没呢 我安排你两个 哈哈哈 要蹭饭了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特色的哦 他这个是炒河粉用的那个河粉 对 这是河粉 嗯 嗯 嗯 好吃 特别鲜 美食让我迷失了自我 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很多小球员 用光动物园的眼神在看着我 这个汤非常非常鲜美 很清淡 很清淡 一点都不油腻 完了 丢人了 这蹭完饭 我们再去足球小镇蹭一下球 这个球场就是我们 下午看清训的那个球场 顶级的球场顶级的享受 七点半啊 这边已经开始了 你的足球水平怎么样 我觉得很一般 很一般 嗯 等一下再他安排一下给你就可以了 好嘞 我就先过去 好 你回宿舍 你回宿舍 嗯对 我得去那里喝杯茶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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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嗯 等一下等一下你你踢我们这队是不是 我踢你们啊 可以啊 好好好 我踢哪个位置 前腰 前腰多一点 嗯 你觉得你们的氛围怎么变吗 像我 我是跟我爸一起踢的 我爸 踢着 然后带着我 我小时候跟着他去 哦 就这样 儿子带 爸爸带着儿子过来看球 这就是大娃带着儿子来看球 对 然后就学嘛 就看嘛 哦 有兴趣就自己也会练嘛 嗯 就这样 这就是传承 正式开踢 这个直传斜叉我的启动稍微慢了一些 可惜 这一次是 把球分到了边路 完成了一次进攻 这次我是保护性接应 帮助队友完成了一次射门 很漂亮啊 这一次是我的一次拦截助攻拦截策划 我们队完成了一次破门 再欣赏一下这个老哥的停球 非常的舒服啊 一脚左脚的爆射 被手边给挡出来了 这边轮到我的射门可惜被封堵 啊 老哥左路突破 传过来 停球 一晃 左脚打 这球又是被封阻 闪转腾挪 对手犯规 也差不多这个时候 队友把我给换下 结束了 呃 我觉得感受就是 这个场地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没得说 对膝盖 哦好笑 对膝盖的保护非常好 再见 再见 拜拜 感谢你帮忙先前舞 梅州足球 好嘞好嘞 下次来梅州看中超 拜拜 五花 再见 期待会堂体育场坐无虚席 让足球氛围再浓烈些吧 期待清训开花结果 但愿不久的将来 这里可以再出一个球王 期待我们有更多的梅州 更多的五花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足球旅行 请关注我下一站 你家门口 下期见